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这个课程之前呢 我们需要哪样的硬件准备 然后呢 软件方面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软件方面准备完成之后呢 我会再介绍一下 如果说对Lineus没有什么太多概念 或者没接触过Lineus的听众来说的话 我会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需要用到的 Lineus上面的基础命令 接着才是我们真正的主角 Builder Root 我会教你如何从GitHub上面把Builder Root Git Chrome下来 或者说从它官网上下载下来 然后如何一步一步针对我们的M9或者A5 也就是我们MicroTuber的MPU生成最终的镜像文件 生成镜像文件之后呢 镜像文件是在你的电脑上 然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如何烧录我们的镜像文件 到我们MPU外挂的Flash里面 这个Flash可能是EMLC 有可能是SD卡 还有可能是QSPI Flash 或者SQL Flash 还有就是NAM Flash 最后呢 我会介绍一些 我在推广MPU过程中 客户一般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接着最后我会实际上Lineus的虚拟机操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第一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如果说你们有关注我们的MU的话 你其实会发现MU上有一门课程 其实上跟这门课程是同名的 最初讲这门课也是看到MU这个课程 然后取了个相同的名字 然后取其长度 补其短处 因为这门课程的话是国外同事写的 他会 他介绍的跟我介绍的方向不太一样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同一个目的 就是生成一个Lineus的镜像文件 那这一份我刚刚鼠标所在的这一份指导手册 在我们MU上课程上 你注册之后 注册这门课之后 你就能下载 那这门课有他介绍 他更倾向于介绍原理 而我更倾向于介绍动手这一块 那它上面有一步一步的交流 它是从零开始的 那我们提供的那个Build Root的话 它其实上默认是有Configure文件的 所以说你其实可以跳过这上面的一些配置的步骤 简单的说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生成镜像文件 你可以省略掉这上面更原理的部分 那如果就说有客户问我们等等会遇到 那个Deconfigure文件怎么生成的话 你其实可以发这份文档 或者在向他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介绍这个课程 从更原理上去告诉他 我们的这个Deconfigure是怎么生成的 但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这么深究的客户 客户基本上你教他如何编映出来就好了 所以说有兴趣想了解原理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份文档 然后呢如果说直接一步操作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我下面介绍的课程 以及我们网站上有一步步的操作 重点介绍一下这是一门动手的实验课 这门课的理论基础其实没有多少的 按部就班你其实就能完成 但是说虽然说他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就像100个客户他会遇到100个问题 而且每个客户可能问题都不同样的 因为Lineus他并不是一个同一个标准 所以说每个客户在生成镜像文件中 他其实每一个人甚至同一个公司的 不同的工程师动手做实验 或编用我们镜像的时候 他都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说这门课程你看我在分享的时候 你会觉得可能也就那几条命令 可能会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你自己亲自去动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能会问到遇到 或者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而且甚至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 在客户端经常会发现 所以说这门课程是一定要动手 动手之后你才能发现你是否遇到问题 即使你动手没遇到问题的 你的客户可能也会遇到问题 所以说这门课程的含义就在于 你只有实操了才真正有效果 你如果说仅仅只是看一看PPT 其实就那几行命令你看一看 可能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真正我们去支持客户的时候 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该课程呢主要是指导我们如何通过Build Root Build Root呢它是一个镜像生成的一个开源的工具 它首先它是免费的 第二个它是能创建和管理切入式的Lineus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Lineus 它有一个Bootloader 有个Uboot 还有一个内核设备数 还有个更文件系统 这么多块 在以前没有Build Root的情况下 那工程师就是比较苦逼了 他会一步一步的从就是Uboot单独编一个 内核单独编一个 跟文件系统它也会单独编一个 然后再把这么多个单独的组合起来 这其实上在以前是这么开发的 直到Build Root出来之后 就是这个软件出来之后 工程师就可以类似于像我们ID一样 可以一步到位 就是至少说你通过几条命令 它就能直接编写成一个镜像出来 你不用去关注中间过程 然后你就能顺利地在板子上 跑起Lineus和镜像 由于我们的FPU我不确定 因为并不是所有代理商的FA 都有接触到这块 所以说这个课程 我尽量是从零开始讲 尽量就是说 大家听了这次课程之后 自己去动手的时候 你就能至少说 你能成功地生成 先不说支持客户吧 至少能成功地生成一个镜像 能让我们DEMO板子上 跑起来是这种镜像 所以这门课程 其实跟MU的同名课程 它是相互补充的 如果前面所说的MU的课程 它倾向讲解原理 然后讲解就是如何从原生 原生就是在我们原厂没有给配置 没有给config的情况下 它从原生的build的路上生成更进一项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 其实是从客户的角度 因为客户去应用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了解 也不要求了解 从原生的build的路上 怎么去配置一个config文件出来 所以说我们那个课程呢 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如何快速的生成一个build的路上的镜像 然后呢 客户的应用工程师 他其实上就能在我们的这个镜像上 去写他的应用 达到一个快速开发的目的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其实不讲究原理 不追究原理 接着就是下面介绍 就是我们的硬件 硬件的话 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网站上 有列出这么多板子 这么多板子涵盖了我们公司的 A5内核跟ARM9的内核 ARM9内核主要就是 SUM9X60-EK这块板子 那A5内核的话 我们有A5-D2 A5-D3 A5-D3和A5-D4 那A5-D2的板子最多了 A5-D2的板子 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话 是A5-D27SOM1-EK正块板子 还有ARM9比较多的是9X60 我们目前主流上主推的也是这两块 这两块给客户做评估的时候也是最常用到的 也就是我刚才这个指针所在的这两块板子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USB2-TTL 那我们公司也有USB2-TTL的工具 MCP221 这个是它内设这款芯片的型号 那整个创口调试模块的型号是ADM500559 那其实上就是我刚才说的9X60跟A5-D27 这两块板子 其实上是并不需要用到这一块 就是并不需要用到这个USB2-TTL的创口工具的 因为板子上都有带J-Link J-Link有虚拟创口 那虚拟创口跟这种外置的有一个区别就是 我用板子在复位的时候 我其实创口会短暂性的断开 那如果说你想抓一些开低 就开低瞬间想抓输出信息的话 你这些板子上的创口 有时候会速度跟不上 所以说外置有外置的好处 内置有内置的好处 内置的话你就少连这根线 我们目前我见到的不带TTL的 就是板子上J-Link不带创口的 板子的话 其实上是这一块板子 A5-2期WarelessSOM 这一块板子不带PTTL 所以说这块板子的话 它是需要用这种创口工具 其他板子这两块板子都是不需要的 目睹一下我们这两块板子的真容 这个就是我们A5-2期SOM-1的板子 SOM-1的板子是这里 是一个小方块一样的 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模块 也可以理解为最小系统 这样子它通过一个 通过贴在客户的板子上 客户如果说前期开发的话 我们目前不少 有非常多的客户会 选择SOM-1进行快速开发 因为这块板子设计的硬件 其实也相对没那么简单 要复杂也不是说很复杂 但客户在前期评估的话 其实不太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 毕竟首先要做出样机给客户看 所以说SOM-1板子其实在我们客户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这块板子呢 下面的底板是针对SOM-1板子做的一块demo板 它可以评估SOM-1板子上的这些 例如说UART 例如说那个以太网口SD卡 然后呢这边有个按键唤醒 这上面还有我们的Tank Link 这边还可以外接屏幕 下面一块板子呢 就是我们的9X60 9X60目前是我们AM9的一块板子 这块板子如图所示 它其实上跟上面那块有点类似 我是说主控变了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SOM-1板子 我们目前9X60的SOM-1板子还在研发中 SOM-1板子的话 这个板子的话是 9X60有个好处 一个就是它的Graphy的性能 Graphy的性能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这块板子的那个显示屏接口在背面 所以说你这里可能看不到 我们的显示屏的接口 因为它在背面 那这个板子上跟上面那块板子也是类似的 我们也引出非常多的接口 例如以太网口USB口SD卡 甚至这边还可以切我们的无线模块 比如说WiLC1000或者WiFi蓝牙一起的WiLC3000 放在上面一起评估 就贴在上面 这以上介绍的两块板子 其实上次我们客户最经常碰到 最经常评估 也是最选行中最经常遇到的 客户基本上拿到手 就需要评估的 ARM9也就是这一颗 9X60也就是上面的 不是 A5D2T的话也就是上 也就是这一颗 主要就是这两个板子 那么软件方面呢 首先既然要编译Lineus 那首先有一点就是 Windows是不能编译Lineus的 只有Lineus才能生成Lineus的镜像 所以你首先要有一个运行Lineus的载体 那Lineus的载体有几种运行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虚拟机 虚拟机的话 虚拟机其实上是有几种软件的 一种是Vitual Boss 我们比较主流推荐的 其实上是Vitual Boss 首先它是免费的 它的官网在后面这个链接上 它是免费的 但是呢 免费肯定是有受限的功能的 稍后我会介绍它受限在哪里 第二个 收费的VMware 这个软件是真的很好用的 但是呢 它是收费也很贵的 所以说注重版权的话 如果说 不太那个对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推荐你用Vitual Boss 除非有测试功能 你用VMware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系统一般都是V10的系统 V10的系统的话 V10自己其实是有带一个 虚拟机的软件的 但这个软件呢 综合起来来说的话 它其实上这个虚拟机 比较适合那些不带屏幕的 我咨询了一些有用这块虚拟机的网友 他们其实这样说 微软的这个 就是这一套虚拟机的软件 适合不带那种屏幕的 那我们做Linux开发的话 基本上都是桌面端 很少会有 就是说你只是个窜口 就是一个SSH连三局这种做开发的方式 所以说有桌面端的话 一般来说不太推荐这个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高手 他比较喜欢这个 还有一种就是 V10的商店里面 其实有带一个Ubuntu的 这个如果说目前用V10的电脑 你可以看一下你V10的商店 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可以下载一个Ubuntu 这个我也请教过这方面的一些网友 他其实上 他们告诉我 至少省去了你安装这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你安装虚拟机 安装完虚拟机之后 你要再安装一个Linux的 就是Linux的镜像 就是我们说Ubuntu 或者其他的虚拟机 安装完之后 然后你再安装一大堆开发环境 那V10这个里面 唯独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点一下 它就给你生成一个Ubuntu了 这个是省去了你安装的步骤 但是共产我们好像是没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主流还是推荐V2BOS 其他的虚拟机软件 可能你会遇到 例如说客户用苹果 苹果的虚拟机软件的话 可能就其他的 因为我没有用苹果 所以说苹果的软件 我也不清楚具体叫什么名字 有一些客户比较注重效率 那么他会用一个实体机 实体机的话 其实它是最难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来说我们公司的客户 很多都是MCU base的 那基于MCU的话 一般都是基于Windows 那基于Windows系统的话 在实体机上去操作一个 Linux系统的话 其实那里面很多习惯 其实是追到Windows的 但是Linux上面的习惯 跟Windows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实体机其实 我是遇到最少的 除非客户的性能实在是 就是客户的电脑实在是 那个性能不太行的 情况下它才考实体机 要不然它都愿意去考虚拟机了 最后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大公司 它其实本地是有个云 本地其实上是有个大服务器的 所以要编译Linux的人 其实上是登陆到 那个本地服务器上面去编译 那本地服务器编译的效率 就是非常快的 因为它的性能都很高 所以说有一些客户 相对比较大爱你们客户 它会用本地的服务器编译 所以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 其实都是虚拟机编译 所以这上面其实介绍了 挺多种虚拟机的环境的 那介绍完虚拟机 我们看一下这个虚拟机 就是我们推荐的Vitual Boss 它的软件界面是这样子的 就如图 这个是我电脑上的这个虚拟机 等等实际演示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关机状态的Ubuntu 那么我给它配置了一个8兆的内存 同时配置了两个网卡 主要要配置的就是这些 还有一个硬盘容量 那这个就是整个Vitual Boss的界面 比较简陋 毕竟免费的 接着如果说用Vitual Boss的话 它有一个B端 B端是什么呢 B端就是USB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这个扩展包的话 那么你的USB只支持1.1 1.1其实在挺多场合 兼容性其实不太好的 所以说用Vitual Boss 正常都需要装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把USB 连接到里面的虚拟机的话 那我们需要 至少要用USB2.0了 所以说正常都要安装一下 这个扩展包 但是要注意这个扩展包 三页使用是收费的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版权问题 但是这个扩展包不贵 我印象中价格就100多人民币 价格应该不是很贵的 所以说这个扩展包 其实大部分公司都是负担得起的 这上面其实它说的是添加了这么多功能 但对于我们作为嵌重式Lineus来说的话 用的最多的其实上是这个USB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USB 其实电脑上我们要连接Lineus的话 还是比较尴尬的 所以说推荐客户都装一下 那也记得购买 因为这个需要版权的 那USB这块的话 等等我演示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装了这个扩展包的 所以说演示的时候 跟你们没装扩展包会稍微有点区别 因为你会发现我很多USB的设备能识别出来 那如果说你们没装这个扩展包 你会发现假如说你的读卡器 你想连接到虚拟机里面 其实这样 如果说没安装这个扩展包 你有可能连接成功 有可能连接不成功 要看你的 例如说我刚才举的读卡器为例子 如果说你的读卡器是3.0的话 没向下接浓到1.1的话 你的虚拟机可能就挂载不上去 有这么一个区别 另外有一个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硬盘容量 我们知道Lineus虽然说它可以扩容 但是我发现很多客户可能怕硬盘设置太大了吧 导致它的硬盘不够 所以说基本上有的客户会设置一个默认的20G 或者说30G 但其实上这些容量是不够用的 最好在跟客户说的时候一定要强调 当然代理上F80可以大胆的设置100G或200G以上 客户如果比较纠结的话 用Bill的Root的话 最好推荐它设置50G吧 因为Bill的Root自己编译出来 包括中间变量各种下载的 它的容量大概占了20多G 那我们公司同时还移植了Yokuto Yokuto我之前有编译过70多G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碰到的客户 其实有用Yokuto的话 其实你同样支持客户 你肯定这边还是设置100G以上比较好 我是设置了500G 这个还是取决于你们自己的电脑的硬盘 当然它不是说你设置了100G 它就立马占用100G 而是你用到了多少它占用多少 所以说你其实可以尽量的设置大 然后呢在你不断使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你的硬盘慢慢慢慢慢慢的变小 它并不是一下子把100G占用 当然你也可以一下子把100G占用 就是把100G全占用的 这样子的有个好处 是你到时候用 因为硬盘嘛它是虚拟机嘛 它虚拟出来的话它的效率比较高 那你如果说是实时占用的那种的话 效率偏低一点点 但就我使用来说 我感觉没太大的区别了 那Visual Boss还有一种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网络的设置呢 也会把不少客户搞闷掉 首先最简单的也是最默认的 我们的Net模式 Net模式也就是理解为 就是类似于我们路由器嘛 我们路由器其实上它也就是个Net 那虚拟机它其实上是可以访问外部主机的 例如说我们挂一个路由器对吧 我路由器下面的电脑 我都是可以访问外网的 对吧 毋庸置疑 那外部主机其实上是无法访问虚拟机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经过一个Net转换 就是外部的主机没办法知道你的地址 它只知道你的路由器地址 不知道你的虚拟机地址 所以说外部的主机它是无法访问虚拟机的 那这种方式的话 你的虚拟机是可以上网 那外部主机无法访问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设置方式 还有一种呢 是桥接模式 桥接模式呢就是说 你的虚拟机跟外部主机 其实上是可以相互访问的 你的网卡相当于一座桥 它其实上是把你连通到了外面的网络中 那你的虚拟机跟你的主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数主机 是相同定位的 那么它其实上是需要外部借助一个路由器来分配IP 那其实上路由器在给你的主机分配IP的时候 它同时也会给你的虚拟机分配一个IP 那你们其实上虚拟机跟外部的主机 就在同一个网网上 因为我挂在同一个路由器下面了 那其实上我是可以相互访问的 我只要知道对方的IP 我就可以相互访问对方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的比较多 这个主机模式有的客户有用 有的客户没用 它是仅仅只是虚拟机跟主机之间的访问的 这两个之间的访问 那上面这两个虽然也可以访问 但是呢 第三方也能访问 例如说我路由器下面 我又给它挂了一个开发板 我这开发板我既可以访问虚拟机 我也可以访问主机 有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主机模式呢 仅仅只是虚拟机跟主机之间的访问 所以说这三种模式 有的时候客户它其实没搞清楚 就是没理明白 因为有时候是比较混乱的 而且我们正常来说都会设置 有的客户会设置两个网卡以上的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虚 就是说把它弄乱掉 然后导致网络设置 特别是当我需要板子通过网络启动的时候 它其实不一定知道需要用到桥借模式的 它可能是到Net模式 然后一直访问不了那个IP 这个是很多客户经常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Linux的三种网络设置 它其实是还有第四种 但是第四种我们经常就是很少用到 所以说我这里就不介绍 我这里介绍的主要就是Net模式 桥借模式跟主机模式 接着介绍完 介绍完虚拟机的软件之后呢 那我们会发现客户也会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装什么Linux发行板 也就是我装什么Linux系统 我自己装的是Ubuntu 18.04 目前最新的是20.04 Ubuntu的话每两年它会出一个长期支持板 我从最早的14.04到16.04 然后一直到我现在用的是18.04 最新的是20.04 可能到明年22年的话它就有一个22.04 所以推荐客户用长期支持板 不要用那种 因为我们嵌入式这东西还是相对比较稳重的 不要用 其实不追求最新的那个版本 所以说怎么做好兼容性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操作 一般来说我目前还没推荐客户用20.04 如果客户想用20.04的话问题也不大 目前我们这边接触的客户 他都是追寻我用什么 他用什么 因为他避免他那边的发行板 跟我不一样的情况下 他遇到问题 那要么他换版本 要么就是我得装一个20.04去测试一下 所以说客户基本上都会问你用什么 然后呢 他也用什么 那这个是一般来说是在小客户的时候 那大客户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毕竟Linux这个世界千马行空 有的客户他会选择这个Deepair 然后这两个其实上是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说Ubuntu倾向于桌面端 那Deepair是倾向于服务器端 相应的那也有两个 这两个都是按照安装方式来说的话 他们是apt get 可以给你解决依赖关系 那红就是小红帽跟Senters Senters的话 这两个一个是 Senters其实跟他是非常像的 都是再次编译了一次编译出来的 那么这一刻在一些公司我们也会遇到 他们的安装软件的方式跟这上面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YUM的那种安装方式 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那他们的应用程软件工程师 他们应用程软件工程师 他可能会倾向于用某一个系统 但不一定一定是Ubuntu 那底层的系统 底层的工程师 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爱好 所以你会发现 客户在Linux发行版的时候 他们会安装非常多 Federal的话就Fedline Fedline的话 我有看到有些应用工程师 也比较喜欢这个系统 所以这五个系统呢 其实是目前我们的客户团 遇到比较多的 那相对来说 小客户他会遵循我们用什么 我们推荐什么 他们直接用 那大公司的话 你其实不一定能强求他们用什么 只能说尽量的推荐 那我一般来说 我是推荐用 推荐所有人都用Ubuntu 毕竟省事嘛 那其他的应用工程师 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很多公司 其实上次没有驱动工程师的 那有的时候 他其实是应用工程师 来衔接一下 生成一下 就是镜像文件 那就存在一个问题 应用工程师 他想用什么系统 就用什么系统 他不一定喜欢Ubuntu这种界面 因为他太严谨了 他太规矩了 等等 我可以开这个系统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Ubuntu的桌面 他其实不是很好看 我听不少应用工程师 吐槽这个桌面 太规规矩矩了 没有那么顺利的效果 对吧 所以说有的工程师 不太喜欢Ubuntu 他就会选择其他的 那么在以上就是Ubuntu 你去下载完之后 在虚拟机安装完成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系统 那如果说像以前 有支持MCU的扣子 我装完了 就是说我电脑拿到之后 我是个Windows的系统 对吧 Windows的系统 那我要假如说我要开发M5 就是Microsoft的MCU的话 我肯定要安装一个XID 那相应的 你要编译Linux的话 其实上你也是要安装软件的 那这个软件呢 其实 莫来的系统是没有的 一定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为Build Root 就是编译Build Root 安装一些它的基础软件 那这些软件其实上 写的其实非常零散 我们在Build Root的指导手册 为了防止大家找不到 我放在链接这里 你可以通过链接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指导手册里面 它有教会你 说Build Root它需要什么软件 但是你会发现 它只是告诉你的软件的名称 具体的 你要一个个去输 其实也很麻烦 而且有不少客户在编译这个Build Root的时候 其实安装环境安装的不穷 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编到一半停住了 它编译的时候提示你缺少某个软件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又得去安装那个软件 然后呢再下一步进去 就是再进一步 就是再继续编印这个Build Root 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正常编一个Build Root 时间比较长 那如果说我怎么能确保 它有没有安装完呢 我只能尽量的确保 它所有软件覆盖 那只能说减少它中断的概率吧 所以说Build Root在没有提供 一个一键操作的指令的时候 客户其实安装不全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我的我给客户一个建议 就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Build Root没有提供 那没关系啊 Yokert有提供 Yokert的底层需要的环境呢 跟Build Root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Yokert官方它整理了相关指令 而且都是给你把指令来打好了 你直接Ctrl C加Ctrl V一下就好了 那国内的客户的话 基本上都是会选择Build Root来生成利用式镜像的 但是呢底层差不多 所以说你可以用Yokert的命令 安装完之后 如果Build Root编译的时候 还提示缺少什么软件的话 你再次安装就好了 那小部分的客户会用到Yokert 那Yokert跟Build Root呢 有个最本质的区别是 Build Root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老一点的 Yokert是比较新的 那Yokert很大 它的兼容性就是 你可以理解为它更适合多平台吧 假如说客户有用一些其他友善的那个 卡巴平台 用用的Yokert的话 要移植到我们的MPU的话 同样用Yokert它会非常快 那Build Root的话 基本上都是重新生成一遍 没有说 没有说比较好移植的这种说法 所以各有好处 国内90%都用Build Root 因此呢 这个得住方法就是我们借助Yokert的相关指令 减少我们环境 就是搭建这个环境的工作量 但对代理上的FA来说的话 其实你不确定你的客户会用Build Root还是Yokert 所以说其实上 你可以同步熟悉一下Yokert的环境 因为保不准哪天你就遇到的了 你的客户需要Yokert 那么在Yokert的官网上 我同样把链接给你们 防止你们找不到这个官网在哪里 那Yokert Projet 2RG嘛 在Yokert的官网上的话 我把它Copy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条指令 APD APD Get 这其实但是它也可以用APD Install 这前面这三个是安装软件的指令 那你看一下后面这么多个软件 你要一个个去敲 其实上还是很累的 然后呢没有人给你等你的话 你其实上也很难知道 你到底安装了哪个 没有安装哪个 那Ubuntu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一套软件其实上是比较 就是集成了比较多开发的软件 在这个包里面 其实安装了非常多的 那Ubuntu有这个好处就是 这个包其实涵盖了非常多个 开发的软件 那这样就是减少了你安装软件的数量 如果说把这个包拆开的话 这个软件会非常的多的 所以对于基础软件安装的话 直接一条指令就解决 如果说你们测试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东西拷贝一下 然后连接到你们密码上面去 然后敲一下回车 然后再输入一下密码 就是你们Linux的用户密码就好了 如果说你们到时候 因为你们拿到PDF版本 如果不好复制的话 你就去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上直接跳进去 你就能看到了 OK 以上就是通过刚刚前三段的介绍 你至少了解了我们的硬件 也了解了我们的软件 就是安装好了Linux 然后呢也安装好了 它的一些基础软件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不会用这个Linux 就说我要编一下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它怎么用 那对没接触过Linux的客户 或者代理商FA来说的话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产用的指令 LS呢就是列出 单前目录上面的所有文件 你想看一下我当前这个目录上 有什么文件的话 我就输一下LS 然后呢 我想要进入到某个目录的话 其实那是CD 就是我CD 然后据后面跟着目录名称 我就可能进入到这个目录里面 Linux它是命令行操作 它虽然也可以UI操作 但是一怎么说呢 一级一级的找 没有Windows那么方便 所以说正常来说还是命令行 CD呢 后面跟一个目录 你就进入到这个目录 PWD呢 是显示单前路径 如果说你有一些设置环境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单前的文件夹在哪 那么一个完整的路径 就是输入PWD 你就能知道 正常来说我们在编译之前肯定是要新建一个文件夹嘛 要不然的话文件夹没管理好的话 它是一个很弱的步骤 那我们会 我们Linux下建立一个文件夹的命令就是MKDIR MKDIR后面一个空格 然后跟着你的文件夹的名字就好了 说了建文件夹那肯定还有三处文件 那三处文件是RM后面具体根的文件名 那首先这个文件名你如果说是单三 你如果是你如果说是删除单前目录下面的文件的话 直接RM文件名就好了 如果说它是在其他目录下面的话 你记得要加上它的路径 如果要翻除文件夹的话 加一个-R 就是删除文件夹 CP的话 CP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就像我们的存作C 然后呢 我要复制到哪里 我前面是一个复制文件的名字 然后后面呢 再跟一个是你要复制的文件的 就是新生成的名字 如果说我们正常来说的话 CP指令用的比较多的是 举个例子就是 我们再修改设备数吧 那我肯定要把原来的设备数 给它copy一份 copy一份的话 你可能文件就是 cp++.ts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在 ++.ts.bak 我们正常是这样子的 你至少不能把原文件删掉 如果说你改出一个错误的话 你肯定要把它还用回去 那么MV的话 就是我们移动文件 也就是类似我们Linux 把模糊文件剪切到哪里 所以它是MV 以上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Linux的 常用命令嘛 具体如果说你对这块完全的不熟悉的话 去找 就是网上随便查一下 Linux的常用命令 里面有个很详细的介绍 在详细复习下 那这个东西要讲得很细的话 还是要花不少时间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比较常用的Git指令 Git指令呢 它要求的 它里面涵盖的指令 其实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正常用到的 就是三条 一个是Git Chrome Git Chrome 其实就是我从某个仓库 把这个我们的原码Git下来 然后呢 Git Branch Branch是分支 我这边干ASR 所有的分支看出来 就是Git 我看一下目前有什么分支 分支之后呢 我需要减出我自己的分支 这里一定要有注意一点 就是Clone下来 一定要看Branch Branch完之后 一定要减出 不要再Master 就是你GitClone下来之后 它默认的分支 是它的主分支 主分支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经常在修改的分支 它是不适合我们做开发的 因为它可能实时在更改 你的主分支跟别的主分支 虽然都是主分支 那可能稳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最好是减出一个分支 包括我们的教程里面 都会让你减出一个新的分支 这样不是 就是把它不要从主分支减出来 会从某一个分支减出来 这样子的话 你至少能保证你底层的文件跟别人 是完全同一的 那么再往下就是真正的进入到 用Builder Root生成静向的缓解了 那首先有个产用的网站 这个我们 这个网站有点神奇啊 一般来说 客户都不知道这个网站 如果第一次跟客户推广的话 其实客户都不知道有这个网站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网站必给客户介绍 那这个网站呢 它有什么东西呢 首先它这个网站是全部都是为Lineus服务的网站 为Lineus服务的网站的话 我们看左边 左边的话我们有一个软件工具 就我鼠标所在的这个区域 它有个软件工具 那AT91BootSwap的点进去 它会教你如何编译一个AT91BootSwap 也就是我们的一级的Bootloader 那Uboot是我们的二级的Bootloader 那点进去呢 它也是教你如何编译一个Uboot 那Kernel也是一样的 你点进去 它是一个一个教你如何一步步的生成 那个Lineus的内核文件 DT overlay的话 这是overlay国内翻译有非常多种 其实我也不确定怎么翻译这个overlay比较准确 简单 比较笼统的来讲 就是一个具有覆盖功能的设备数 就是我目前的设备数 可以覆盖我原来的设备数 所以说 你可以理解为多层的设备数 正常我们设备数是只有一个 那DT overlay的话 它能实现过多层级的设备数 那国内的翻译其实有很多种 所以我也不确定翻译哪种最准确 这上面是我们分别独立的一个个编译出来 那一个个编出来 其实再把它整合到一个image文件里面太大了 也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公司移植了三种开源的solution 开源solution 第一个就是我们介绍的Yokta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国内里的网络太慢了 它其实没什么其他缺点 它就是网络太慢了 国内的话经常下载失败 而且下载非常慢 Build root的话是从BJboss衍生出来的 它的根文件系统用的是BJboss 所以说很多一些老工程师其实都懂得Build root 它也是兼容旧的开发方式 所以说国内90%都是喜欢用Build root 那最后面这种OpenWrt 如果说有玩路由器的听众的话 你肯定会知道 国内的路由器基本上都是OpenWrt这个系统 主要是它把它掩盖了 以前可能还有什么DDWrt那些的 但那些可能不是开源或者收费的 那OpenWrt它是开源的 我们公司也这样移植好了 所以说我们公司提供了这三种解决方法 OpenWrt是我们公司一个亮点 其他公司不一定有遗址的 有商不一定有遗址的 那OpenWrt的话对于我们双网口的芯片 SAMU9X60或者A5D3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它只要一个网口的话 又需要OpenWrt的功能的话 其实上我们公司是有优势的 剩下的这两个呢 一个是EGT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Graphy的类似QT的工具 WiFi跟蓝牙 这边就不详细介绍了 这里就是我前面介绍的那个BOD 我们目前主流的BOD 下面这个宽图呢 就是我们目前更新的 因为我们是04版本 还有一个10版本 另外我们现在是主流 就是跟随着 跟随着那个Linux的主流 我们内核已经到5.10了 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大优势 其他有商不一定有实时更新内核 那我们至少知道 当客户 当我们的某个客户需要比较新的内核的时候 其实我们公司是支持的 所以这个网站呢 对客户开花Linux 其实这样是一个 就是在我们版本的 生成Linux文件的话 这个网站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真的Github Github 更多的话 客户不会去关注这个 这一个网站里面到底有什么 更多是Github 然后某某某某仓库 客户下来 这里面的某个仓库客户下来 例如说他要客户Linux内核 那就客户这个仓库 客户下来之后 他其实也不会在这上面做什么 但是呢至少他要知道 从哪里可以客户出来 然后呢我们平常如果说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少在 我们做支持的时候 很少在就是 很少在Windows上安装 这个Gith什么之类的环境 正常都是在Linux上直接看的 那如果说支持的时候 某个客户突然间要某个文件 有的时候 例如说看一下设备数什么之类的话 为了偷懒或者说 你不想再开一个虚拟机的话 直接在Github上也是可以直接看的 所以这两个网站是我们开花Linux的时候 最经常用到的网站 还有一个网站是我们最近 就是我最近最近几天我才发现的 稍后我实际演示的时候 再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呢这个PPT上面是没有的 接着就是更详细的 就是我们刚才点进来build root 这里点进去 你们发现也就是这个链接 点进去之后 它其实上是有教我们一步一步如何操作 一步一步如何操作的话 你们可以照着这个一个个来 就是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往下来操作 你就可以生成出它的更文件系统了 当然它正面说的 跟我等等要说的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因为步骤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至少给你讲解一遍 它这上面是怎么生成的 即使说我们平常把这个发给客户 客户也不是很经常去看 因为我经常看到客户需要的就是 你直接教它怎么生成就好了 它其实上有些客户的工程师是实在不愿意看文档的 所以说最好就是 就像我这PT一样 告诉它需要怎样通过几条指令生成出来就好了 那么第一步就是GitClone这个圆码 这个圆码的话 GitClone出来之后呢 这上面这里是命令 命令你会发现在这个图中 我是截取出刚刚那个目录 就是刚刚那个链接上面的某单图 它GitClone下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GitClone总共61兆 61兆出来之后 你LSBuilderRoot干AT91 那你会看见这边就是它底层的圆码 被它GitClone下来了 就是我们说的Download下来了 就下载下来了 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它有什么分支 或者有什么标签 就是我们需要在某一个确定的文件上来做开发 所以一定要GitCheckout 就是检出某一个分支 那我们发现就我们演示的 就是我们教程上面给的 它其实上是有这么多个分支 那一般来说我们是检出最近的分支 最近的分支呢 我们公司是半年发布一个版本 也就是说2021.04 那2021.10发布的时候 到时候这边就会变成2021.10 那通过下面这条指令 你就可以检出一个本地的分支 这样子你就在这条分支上进行了修改 而不是在Master就是我们说的 没修改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分支其实在Master上面的 那一定要避免在Master上做生成Build Root镜像的这个操作 要不然你会可能会遇到位置的错误 而且可能没人能解释为什么 因为你们涵盖东西太多了 再往下面的话 就是我GitClone下来之后呢 我要怎么去生成呢 原码我已经安装好了 对吧 原码安装好的时候 你看这个Build Root 我是建了这么一个文件夹 然后GitClone下来 它的名字叫Build Root-A791 那如果说我手头的板子是A5-D2 那么我通过这条指令 LS Configure S 这是把LS Configure S 这下面的文件夹的所有配置文件列出来 这是XXXConfigure XXXDConfigure 全部列出来 然后这是Linux能源广道符 广道符之后呢 通过把它生成的结果送给Grepper Grepper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检索吧 检索 把里面敲出A5-D2与A5-D2有关的 这些东西 你看我这边A5-D2 A5-D2的话 它只要DConfigure 就是它里面的目录 就是里面的文件 其实它有涵盖A5-D2的 它全部都给我列出来 那我们看到A5-D2 我们就是我刚刚我之前测试的 Build Root-IT91里面有5条A5-D2 它分别是我们的A5-D2期SOM-EK板子的 还有A5-D2最原生的X-Planning的这个板子的 还有就是A5-D2期Wareless ROM 也就是我们带Wi-Fi蓝牙那块板子 这三个配置文件 那如果说我们另外一块板子9X60的话 其实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把A5-D2换成9X60 你会发现 那么9X60的话里面是有两个 两个其实有一个区别 就是带DV DV的话 其实就是它跟上面有个区别是 它文件系统里面有带一些外设的工具 例如说iPhone C或者CAN的那些调试工具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我们创口为例 就是它里面有没有带创口助手 我们知道创口的驱动肯定都有了 对吧 但是创口助手有没有 如果说没有的话 因为嵌路式 跟文件系统其实并不是最大的 不是越大越好 因为它受限外部的那个Flash的容量 所以说有的客户 其实SAN对容量不要求很深的话 直接用这个带DV的这个后缀 就好了 因为它有些调试工具 在最初的阶段还是比较常用的 那么MMC就是指 MMC或者SD卡 这是我们 因为它是我们的开发板 那我们开发板的话 基本上都是推荐用SD卡来 烧录镜像 因为这样子也方便你测试 因为SD卡的镜像比较好烧录 那如果说是MMC的话 你还要借助3把什么之类来烧 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这张图呢 我们已经知道 我现在 我需要 假如说我要编的9x60 我就把它记住某一个DKMG 我要编的A5D27 我需要的板子的DKMG 我把它记住 把它Copy出来 下一步就是要开始编译了 那如果说我要编译9x60 比如说9x60 刚刚我们知道 有一个带DV 有个不带DV的 那如果说我需要编译DV的 那我就MAC 就是这一串 就是刚刚拷飞出来的 然后呢 最后一个MAC就好了 那如果说是A5D27的 A5D27的话 SOM1的话也是一样的 也是MAC A5D27XXX干DConfig 然后最后一个MAC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里再重新复习一下 我课前前面介绍的 一个DConfig DConfig的话 这里的DConfig 如果说客户问怎么生成的 它到底做了什么设置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你其实上可以把MU的课程 介绍给它了 因为MU的课程 其实上没有用到 这一个DConfig 它其实上就是在 假设就是说 你没有DConfig的前提下 我如何从一个没有到有的过程 所以说MU的课程是介绍 怎么从0开始 从Bout的Root进行配置 因为它不见着这个DConfig 那我们其实上 我们公司的AE团队 其实都已经把这些做好的话 其实上客户只要 MAC 某某某 Config就好了 没必要去研究 为什么这么生成 而且即使客户从0开始生成 客户也会担心 有些东西 它可能没配正确 或没配置到位 导致它最终对它的客户文件系统 可能会觉得 缺少东西抱有疑虑 所以说一般来说 很少客户问这个东西怎么来 如果真的有的话 你可以把它 我们把MU的课程 介绍给客户就好了 那编译的耗时的话 一个是取决于你的网络 一个是取决于你的 你的机器的性能 一般来说 现在的新的电脑 Intel的10代或11代以后的 至少都是适合八线程了 编译起来的时间呢 不会耗费太久 但更多的时间 是耗费在网络上面 那网络的话 就看各位自己当地的网络 如何了 完全就是看人品 因为很多都是 软件其实的服务器 都在国外 那就看你当地的网络 下载的速度怎么样 时间从30分钟到 两个小时不等 那如果说你的安装环境 其实呢 就基础软件 那些基础软件 已经装完善了 你实际上MAK一下 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 电脑丢在那就好了 但是呢 有一点是 如果说网络不通的情况下 Build Root 它会重新尝试三次 如果三次之后 它都连不上 那么它就会中断 所以说 我目前遇到的客户 基本上都是卡在网络这里 还倒不是说基础软件 没安装完 所以说这个时间 完全就是规矩于 你当地的网络 好不好 接着 如果说MAK完了之后呢 在Build Root的 Output Image目录下 我这里是以9x60为例 因为我电脑里面 刚好有9x60 那MU的课程是A5第二的 那目前我支持9x60 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我就直接以9x60为例了 这边 这个目录下呢 就是我们目前生成的 所有文件 它其实上是 所有都给你生成的 第一级Bootloader 第二级Bootloader Uboot.bin 然后 Jimage是内核 .ttp是相应的内核文件 那么boot.bin跟 AT91bootstripe.bin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 boot.bin的话 它是 在SD卡或者AMC里面 它需要改成这个名字 剩下的就是 根文件系统 根文件系统呢 它会把你生成 ST2或ES4 那在我们SD卡里面 或者EMRC里面 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用的是EST4的格式 而不是其他格式 那在其他的 像QS3啊 或者Namflash里面 它就是其他的格式了 什么Yafy啊 DeFi啊 这些 那目前我们 因为我们配的是SD卡 所以它生成是EST4的格式 这个就是一个 它那个 跟文件系统的一个压缩包 这个压缩包 有个什么用途呢 当你要网络启动 文件系统的话 你需要把它解压出来 剩下的 这个 这个Uboot呢 跟它是同个文件 哎 哦不对 说错了 这个的话就是 AT91bootstripe的 然后Uboot是这个 最后呢 最介绍的这个文件 SD card.image 就是它把你所需要的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文件 都给你整成一个镜像 所以说你只要把 就是SD card.img 这个文件 拷贝出来 你可以在 Linux下 烧录SD卡 那前提是 你需要你的读卡技能 接到Linux上 还有一种是 你把它拷贝出来 拷贝到Windows上面 去烧录 那Windows上 就不怎么挑SD卡了 啊不 说错了 UMB的Dukati 那拷贝出来之后 你可以对它进行烧录 那这个镜像呢 就是你 已经通过Builder root 生成出来的镜像文件了 烧录进去 拆到开发板里面 就能生成了 就能启动Linux了 接着下面介绍一下 怎么去烧录这个镜像文件 烧录镜像文件呢 那我们官网是推荐 烧录软件是 ETCHER 这个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那个界面 它的网站是这个网站 避免你找不到 直接从这个网站进去 它有Windows版本 苹果的MacOS版本 也有Linux版本 所以它是三个都通吃的 但是 它只能烧录SD卡 所以客户在调试阶段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软件 那最终实际生产的话 那就得用我们的这个Samba Samba的话 目前Samba等一下再介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Build Root 它生成的IMG文件 就是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截图的是Windows 那Linux跟Windows差不多 我等等都可以打开 给你们看一下 那这边就是我刚才选的 那个SD卡的IMG文件 这边就是我具体 我要烧录到哪个SD卡 然后再点一个Flash就好了 这里有提示一下 如果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电脑的话 这个电脑在Windows上 需要管理员权限 要不然烧录不了 接着就是 除了SD卡之外的烧录网件 我们推荐用Samba 当然Samba也可以烧录SD卡的 Samba是所有介绍它都能烧录 那么Samba的一个网站 楼下链接 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下载Samba 那么Samba是对所有Flash它都可以烧录 QSPI Flash SPI Flash NamFlash 或者SD卡 EMMC它都可以的 所以说客户如果说调试的时候 用QSPI Flash的话 也只能用Samba烧录 那Samba设计的内容比较多 等等实际演示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哪里有一个比较好的Samba的教程 我最近才发现的 以前我要给客户交到Samba的时候 我也苦于没有什么很好的教程 我都是现场教他 给他演示一遍 客户学费之后就好了 那现在我发现个教程 当你们不方便去扣那的话 可以把那个教程发给客户 我等一下实际演示的时候 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链接 接着就是一些常见问题的 常见问题 第一个就是 每家的MPU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MicroTuber MPU的话 它其实上是有一个一级Bot Loader的 所以说我们会相对友商来说 我们会多一级A791 Bootstrap 所以它的引导过程呢 假如说是SD卡的话 SD卡装这些的是FAT格式 装根文件系统的是EST式格式 那么它是一级引导 跟发射火箭是一样的 先AT91 Bootstrap起来之后 它会调用Uboot Uboot起来之后呢 这个AT91 Bootstrap就消失了 然后Uboot就会去引导Lineus内核 Lineus内核成功挂载 也挂载了 跟文件系统挂载了设备数之后呢 Uboot也挂掉 那么这个时候就正常的启动Lineus了 所以它是一级一级引导的一个过程 这里简单的再复习一遍这个启动流程 接着 一般客户会问到的问题 首先虚拟机里面IMG文件怎么拷贝出来 其实很多客户有不同的方法 方法也非常多 但是呢有的客户很麻烦 因为他感觉要拷贝一个文件出来 很费时间 那有的客户呢又很简单 那方法都不同意 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点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OpenSSH 把这个文件拷贝出来 稍后我也会实际演示一下 那么在拷贝出来之后呢 我们Lineus正常是没安装这个软件的 那我们需要通过这两条指令 去把这个OpenSSH给安装一下 安装完之后我们需要配置 配置的话就是 这里VIM有 因为我前面没介绍过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我们笔记本的 就是修改那个文本文件的一个工具 那它还有其他的软件 那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 去看的怎么去修改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要修改的内容呢 是SFTP INTERNAL SFTP 就是把这个改成 INTERNAL SFTP 上面这一行打个警号 在Linux脚本里面警号是注释 这后面这个是被注释掉的 所以说原来的是这一串 把它改成 INTERNAL SFTP 然后呢 在IF CONFIGURER-N一下 你可以知道你虚拟机的IP是多少 然后呢 去把它那个WinSCP的工具 通过SFH输入虚拟机的IP 连接到虚拟机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能看到你的后目录了 就是我们的我们说的用户目录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SF 把这个你去找到BuildRoot的Nangle目录 然后把.img文件拷贝回来 所以啊Net模式是没办法支持这个的 所以说你如果设置为Net模式 你会发现你永远连不散虚拟机 因为主机没办法用虚拟机 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的.img文件如何去修改 那正常来说 我们这个假如说是 我们默认配置出来的话 它其实上是有两个分区的 一个就是就像刚刚这张图 一个是FAD分区 一个是EST4分区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客户如果说客户其实上 他是懂得怎么挂载.img文件的 但是有个问题 经常客户会问到挂载不成功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分区 客户按传统的方式去挂载 其实上是挂不成功的 很多客户其实不知道怎么去修改 我们这个.img文件 所以说 这个问题基本上每个客户都会避问一遍的 所以说 这里你们以后也会经常遇到 如果说客户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FDisk-L 小写的L 这不是I 这是L 看这里 这是L 小写的L 那送用体的话它是I FD card.img 你会得到这个img文件的信息 这个信息它会告诉你 SECT是多大 这里上区大小是512字解 那么在下面你会得到两个img分区 一个是FAT32的分区 也就是我们刚才放Uboot bootswap kernel 还有DTP 这些文件的分区 还有一个就是Lineus 这个是EST4分区 它的根文件系统 那么假如说 我要挂载第一个分区 那么我其实要加一个offset 就是加这一句点offset offset等于多少 这样子我才能成功的挂载这个分区 要不然我挂载不成功 那如果说我要挂载第一个分区 也就是这STAR是2048 那2048乘512就等于1048576 1048576的话 我要挂载的指令是这一条 那我需要加载一个offset 等于这个1048576 SD card 这个是我要挂载的文件 那我挂载到哪里呢 我挂载到我幕下的EMLC 这样子 我要挂载第一个分区的话 我就是运行这条指令 要挂载第二个分区的话 第二个分区在这里 那么它的STAR是34816 34816乘512的话 也就是17825792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把这个值带到这下面去 你挂载一下 就是输入这条指令 那么它就把第二 就是把第二个分区挂载上去了 挂载到这个目录下面的话 那么你任何修改 就是你对这个目录下面的任何修改 在没卸载之前 在你挂载之前 在挂载的时候 挂载之后 你对所有任何的修改 其实在都是保存到这个目录下面的 当客户 或者说客户一定会修改这个点安明具文件 因为它需要把它的 它需要 例如说客户的应用层 它需要拷贝到这个目录下面去 所以客户是一定要懂得修改这个IMG文件的 只不过说 有的客户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办法 就是我先通过 我先把镜像文件捎入进去 然后呢 我再把我的文件 它要修改的文件 通过某些方式传到这个板子上 最后把SD卡或者AMG里面的内容读出来 再生成一个新的镜像文件 这个是有的客户就是这么操作的 但是呢可以从最原生的方式去操作 而不用去那里绕了一大圈 就是这样子挂载方式告诉客户 然后客户改完之后添加进去 它重新烧录的时候 就是已经修改好的文件了 这个 这怎么挂这两个分区呢 是很 基本上没有客户搞明白的 没有理明白的 因为这个offset真的不太多见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接着下面一个问题是 我们知道我们默认生成的文件系统的大小是 就是什么都不配置 用deconfigure它出来是80几兆 那实际客户使用的外围的SD卡也好 或者AMC也好 不可能是这么小的 那客户一定会问 怎么去修改这个IMG的文件大小 那么它有两种修改方式 如果说喜欢命令函的客户的话 他可以再点configure 这下面有个512兆 就是这512兆 你改成你想要的大小就好了 还有一种喜欢图形的用户的话 你在命行输入 我这里应该是少输了一个 make menu configure 应该是要有个前面再加一个make make menu configure的话 你选择filesystem image 然后再进入设置这个值 你设成多少它就是多少 这个值对应的就是这上面这一个 所以你把这里改成多少 这里是同步改成多少 这里改成一句 这里也是一句的 inter 这个我这个的话 问的客户相当少一点嘛 但是呢也有客户问到 因为这个menu configure里面的选项 实在太多的 客户有时候其实并不会一个个去看 一个去找 其实也挺费时间的 再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 举个例子 有一个这么一个设想情况 客户呢 只是需要修改几个IO口 但是呢这个IO口 其实实际上在Lineus的设备数文件里面 那它需要修改设备数呢 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客户 它是自己给了Chrome一个内核的代码下来 然后呢修改完设备数 然后再挂载IMG文件 然后呢去把设备数跟内核替换掉 然后再卸载那个IMG文件 最后再烧入这个IMG文件 这整个操作太复杂了 也太繁琐了 那么其实上Bielder Root 其实上它有 就是你可以一步到位的这种 不需要说你单独去绕那么一大圈 就跟刚刚要修改IMG文件里面的内容 是一样的 你不需要去绕一大圈 先烧录 然后修改 然后再读取 你可以直接在Bielder Root生成的时候 就进行科文改 比如说 我需要修改9X60的那个Service倍数文件 那么我这边是推荐用VSCode的了 对于习惯来说的话 我是习惯于VSCode的 那至于其他的软件的话都可以 这里我就不强调其他的了 Eclipse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那我是比较喜欢用VSCode 那用VSCode的 那我也是比较推荐用VSCode的 因为现在这个IDE 现在也叫IDE吧 那其实在微软维富的其实很强大 而且它又免费的 就是让目前来看的话 它确实还是比较好用的 打开Bielder Root的目录的话 在这个路径下 我们可以找到AT91-SM9X60-EK.DTS 这个设备数 这个设备数你修改成你想要的设备数之后 因为这个设备数它属于Lineus 它属于Lineus 那Lineus的Lineus的那个 这个它其实在Bielder Root它属于一个包 那这个包的话 我修改完Lineus的东西的话 我如果直接Make的话 它还是旧的那一套 所以我需要把Lineus重新编译一下 强制它重新编译 所以我叫MakeLineus-Rebuilt Rebuilt之后呢 我的内核它其实被我强制重新编译 这个时候我再Make一下 就把所有的东西再重新打包成一个镜像文件 这样子就绕过了 我平常在客户当中遇到了 他们需要修改一个设备数 结果自己去倒藏了半天 然后再把IMG文件修改完 然后再替换进去了 这种 它只要修改一次 它就要这种操作 它就要重复一遍 我是跟它说 不用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直接这样的操作就好了 客户也没预想过 可以这么简单的来操作 那么可能对Build Root研究的不深 可能觉得它第一次生成完镜像文件之后 剩下的就自己改的话 就自己替换了 其实只要是已经集成在Build Root下面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 那前提是你要知道它的包所在的名字 比如说Lineus的包 它是叫Lineus 那U不得的包叫什么 你需要通过这条指令去查一下 这条指令好像输得有点错 好像有个S 等等我实际操作一下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这条指令看着有点不对 接着就是说 我们平常调试的时候 还会经常遇到客户问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从网络启动 这个我们的Lineus 那么我们正常来说 稍微到SD卡里面 其实是从SD卡启动 那么我们要从网络启动的话 其实比较方便我们调试内核驱动 内核驱动的工程师的话 一定它在挂载的时候 一定是挂载网络 然后挂载网络这个文件系统 然后去调试它的内核 这样子比较方便 那这个相对来说问的比较少 那么简单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Ubano自上搭建一个TFTP的服务器 通过这条指令搭建 它那个TFTP的服务器 TFTP HPA是客户端 TFTPD这个是服务端 服务端 然后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我需要修改这个 TFTPD-HPA把它改一下 我目前的目录是放在TFTP boot这里 所以说这是我的个目录 因为我的虚拟机也叫我叫Wiz 所以说这边是我的目录 我的TFTP我要共享的目录就是这个 剩下的其他东西 造成这样图就好了 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在这个目录里面 我肯定要换在内核跟设备数 因为我要从这个目录下载内核跟设备数 那么内核设备数有了 就差一个根文件系统 那根文件系统没办法用TFTP服务器的 所以它需要用NFS服务器 那最新的NFS服务器的话 在Ubuntu上面 我以上介绍全部都是Ubuntu Ubuntu要安装的话是这样子安装 但是呢在18.04 我不确定是多少之后呢 NFS版本2是被禁用掉的 16.04我没测试过 但14.04的话 NFS版本2是没有禁用的 所以在这上面不用额外的设置 那18.04的话 它需要重新启用NFS就是版本2 所以说它需要怎么修改呢 BIM通过修改这个文件 NFS kernel-7 把最下面这一句 最下面这一句是我加的 把这一句话加上去之后 你就能使得NFS版本2 然后呢最后就要添加AR 那NFS的目录 也就是类似于这上面的TFTP的目录 那我肯定NFS也有一个目录 那NFS目录的话 我也是挂在HOME的JS目录下面的NFS下 那这里一壶画表 如果说实际设置的话 其实单凭我这两AQT是不够的 你们实际是需要白度完之后 再自己详细的测试一下 然后最后因为你修改了Export的文件 所以说是需要在运行下这个指令 让它生效 接着简单介绍一下 Uboot怎么从TFTP 启动网络跟文件系统呢 首先 我们知道 Uboot它是可以就是从网络启动的 所以说你在开发版上 首先要下载 Botstrap跟Uboot 这两个东西 肯定是要下载到开发版的镜像文件 这是SDR也好 KSPI Flash也好 任何的存储介质 下载完之后呢 在Uboot上面 你可以用命令函TFTP把 访问过去之后呢 其实上它是在这个目录下 只能下载这个目录下面的东西 也就TFTP boot 这个目录下面的 所以我在这个目录下面 假如说我要是A5第二期的版本呢 如果A5第二期的DTP的话 我就在下面放上这个DTP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DTP 下载到这个地址上面去 那相应的 如果说我在里面放了一个 ZImage的文件 那么我通过这个 下载到032000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两步操作 我实际上我就把这个 这个内核跟设备式文件 下载到内存里面的这个操作 从网络下载 替代了我从SD卡里面去读取 这两个文件到Rent里面的这个操作 TFTP主要就是完成这部分操作 然后我要启动内核的话 其实上就是BOOTJ0X2000 然后一杠 然后这边是设备数的地址 这边是内核地址 因为我们没有TRD这个操作 所以中间有一个横按滥梯 这边的话你就能成功的启动内核了 那启动内核之后呢 你若说根文件系统你还要挂胆 那么首先就是从NFS 怎么挂在Linux的根文件系统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它BOOT启动文件吧 启动的那个参数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设置我们哪一个作为我们调试终端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重点是这个root等于什么 我等于设备的NFS 也就是我刚才那个文件夹 我上面我有放一个根文件系统 其他的RF的root 也就是说我root其实上它是挂载一个NFS的网络系统 然后这个NFS网络系统在哪呢 在哪呢 也就是说我虚拟机的IP 我是把它强制定义为31.31 那后目录下面的JS目录的NFS 那IP有两种 一种因为我比较不是很喜欢去设置这个静态IP 我感觉静态IP设置完了之后 我Linux那边我也要设成静态IP 我觉得很麻烦 我觉得直接 因为我是用路由器 我不是说电脑跟板子直接连 那我有路由器的话 我路由器有DHCP服务器 那么我直接把IP设为DHCP 那如果说你需要设置成静态IP的话 就参考下面这条指令 参考下面这条指令的话 它就是用静态IP 它不需要DHCP服务器 所以说板子你想设为动态IP 用上面这条静态IP的话 用这条 接着最后就是保存启动参数了 那启动参数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些文件 这些命令 你看到从 其实就是那三条指令 整合在一起 我从这个TFTP上面 去下载那个DTP文件到21000 然后呢 JMage下载到这个地址 最后BootJ把它保存一下 以后我每次从Uboot启动的时候 它的BootAX被我修改之后呢 那它都会去找网络系统 那么原生的它的BootAX是从那个SD卡或者EMC启动的 有详细聊 就是有这个需求 或者说想详细了解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原生那个Uboot上面 它的指令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我的介绍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下面我就演示 就是简单的演示一下 以上我介绍的内容 会出全品 然后 来 能看到我的桌面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Vitual Boss的一个 我的鼠标可能不是很好看见 Vitual Boss的一个虚拟机 我上面就跑了一个Uboot的虚拟机 所以说它有几个东西要设置呢 我是挂载了两个网卡 一个是Net模式 一个是Host Only模式 因为我目前没有在调网络设备系统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目前常规的情况下 我就配置一个Net 一个Host Only Host Only用来提取我Uboot下面的 例如说点Image文件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边是我Linux的基本 就是我虚拟机上面的基本设置 然后呢 虚拟机在这里 它已经进入修炼了 OK 怎么还是黑的 OK 然后你就能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运行Ubuntu的一个虚拟机 那虚拟机 我们平常有几个东西 一个就是刚刚介绍的指令 例如说 简单的稍微快速的过一下 我刚刚介绍的这些 因为涉及到 真的切换一下输入法 OK Compic-A 这个是看我们的网卡 我放大一点 这个是看我们的网卡 具体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第一个网卡是 这个是Net网络的 它自己里面弄一个Net网络 然后这个是host only host only呢 其实上我是把它设置成静态IP的 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的host only 那其实上我是把它设置成了一个静态IP 192.128.56.2 为什么我host only要设置成这个呢 演示一下 如果说我如何通过host only 去把这个虚拟机取回来 我可以用这个 这两个全部都是支持OpenSSH登录的 那一般来说我用VSCP 用VSCP之后 这个地方 我可以输入192.68.56.2 因为我虚拟机IP是这个 我可以登录 登录之后呢 我输入我这个JARIS的密码 就是我虚拟机这个用户名的密码 这个时候呢 我就能看到我的根文件的目录了 来我往回退一下 这个就是我跟文件所在的目录 那如果说我要把刚刚那个镜像文件 给它拷贝出来的话 例如说我是在BuilderRoot for 9X60 这个目录下 然后output 然后image 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能找到我们sd卡.image文件了 我要拷贝到哪里都可以 假如说9X60RMG文件 对吧 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 我如果要拷贝的话 直接这边拖过来 这边虚拟机到实力机 这样子拷贝是非常快的 这个是我平常 如何从虚拟机里面提取文件 不仅仅IMG文件可以这么提 你可以理解为所有文件 它都能拿得出来 这个是我提取的一个方式 不借助任何的网卡 或者路由器外部设备 我只要设置好host only 而且IP永远是192.128.56.2 这个是我获取MG文件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演示一下我们刚才几个目录 例如说我需要进到我刚刚 你看LS就是我这个根目录下面 我有什么文件 那PWD的话就显示我目前所在的这个目录所在的路径 它是在后目录下面的Jawis目录 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前面已经编译好的9x60的 就是我们先进去这个目录 Build root for 9x60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再LS一下 我们会发现 我是这个目录是为这个设置的 那当然我在里面 GitClone一个Build root干AT91 我们进去 我们刚才的所有操作目录其实都在这里 我们可以LS一下 LS一下 我们看到这是已经一个编译完的 所以它有output 那如果没编完了你应该是没有output的 那前面的Config S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就没有那种光标了 所以说可能勉强的看一看这里个Config S 会发现这其实东西非常的多 那怎么找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加入一个GIEP 假如说是A5-2就来了 那如果说是9x60 那输入9x60 就是我们刚刚演示到的那一个 那如果说你需要那个Mac 9x60的话 那就是正常来说这里是不能Ctrl-J的 Windows上的习惯是Ctrl-J 就会把这个强制中断掉 所以是Copy一下 然后这个Deconfig一下 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然后再Mac一下就好了 我证明就不Mac了 Mac的话可能把我之前的东西也覆盖掉 接着我们刚刚还我看一下我还说到什么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好像是menu configure的话 应该是make menu configure 所以我刚才那个PPC那边应该是有个小错误的 menu configure的话是一个图形配置的菜单 比如说File image 然后呢这个地方默认的话是60兆 假如说我要修改成512兆的话 那我就512 OK一下 然后退出 你可以先保存一下 然后再退出 或者你退出的话你没保存 它会提醒你保存 这个时候你实际上你再make一下 它生成的跟文件镜像的那个大小 就是512兆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刚刚那个分区 cd output 然后再cd image rmh1 再ls一下 刚刚的生成的镜像文件 st st card的image文件 其实就在这里 那我们刚才是fdisk 干小写的l 然后st 可以用st card补权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分区信息 它的sector大小是512 那如果说你要挂载的话 是就是2048乘以512 那我挂载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为了方便起见 我去复制一下 就你的 2048乘以512 对吧 哦 放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Windows跟跟跟跟 乌方图 它的那个 它的数据数据跟虚拟机 剪辑法是不共享的 那就速度MUMT 我要 我要 我要稍微看一下 指定 -loop offset offset 是等于 这里应该是算好的 1048576 1048576 然后是st card CRD 然后我要挂载到哪里呢 我挂载到我 上级目录的EMC文件夹下面 然后这里要输一下密码 这里就挂载成功了 挂载成功之后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EMMC文件夹下面 就是我最终我 稍入到ST卡里面 你看到的FAT分区 提债就是这些内容 你在这里面 添加什么内容 它最终 修改的都是IMG文件 IMG文件 稍入到你的ST卡里面去 它最终修改的 在这边所有的修改 都能在你的ST卡上面 有反馈出来 中端的字体能大些吗 好像不好调 稍微将就一下 只能这么说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怎么快速修改设备数 这个是能给客户 省不少事的 省不少事的话 我正常会用 这个VS Code 就是这个 VS Code的字体 其实也挺小的 正常来说 我们打开的话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 我首先要打开 我刚刚这个目录 目录的话 就是在哪里 我找一找 标的Root for 9X60 这一个目录 然后我选择OK 我就打开它了 打开它的话 那就是根据 刚刚这份文档 就是其实上 它是在out目录下面的 我们可以找一下 output 它其实上 是会被它变成一个灰色的 变成灰色的 跟没有变成灰色 有个最大区别 就是变成灰色 它其实不再索引目录 就是你搜索不出来 你通过这个搜索 其实很难搜索得出来的 那我简单的演示一下 就是怎么快速的修改 我们的这个设备数 我们首先我们要找到 这个设备数在哪 它在output 目录下的build root build root 下面有一个linux 我们要慢慢往下找 这些out root 这个build下面呢 全部都是它一个个纸包 一个纸包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软件 那我们linux的话是在这里 linux customer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linux的内核目录 目录的话 arc arm boot dts 这下面呢 就是刚才这些目录 arc arm boot dts下面找到 假如说以9x60为例 那就是找at91 我们再往下找 at91 马上就到 我好像是不是已经过了 还没过 at91在这里 at91 sm 9x60 dtb是生成的文件 dts呢 是 是我们的原文件 那我这里举个简单例子 假如说我就想改一下 adc的IO口吧 我想把pb11 改成pb12 那我其实是要 只要在这边修改一下12 根据实际情况 那这边我修改完设备数了 我刚刚那个img文件 它其实并没有修改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修改了设备数 我没编译嘛 那我要怎么集成进去呢 就是在那个img文件里面 集成了我的修改 很多客户其实是需要 做这个修改的 但是并不知道 怎么快速去修改它 我推荐这个ID的目录 推荐这个VSCode的 有个好处就是 它有个terminal 就是内置一个terminal 这个字体可能也更小 那么它会首先是在 这个目录下面的 那么主要就是 这几个目录 我刚刚这个tagit 好像是有个s的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实际看一下 g a r g e g t 这条命令 有没有错 还是说需要一个s 我们现在就能立马知道 稍等一下 ok它是错了 加个s ok正确的应该是加个s 这些呢 是我们所有的包 所有的包 假如说我要修改lineals 如果我修改过lineals 你如果说不强制编lineals的话 用的就是还是把旧的那一份 给你强加的 加到img文件里面去 所以这里一个lineals 那如果说是uboot的话 我们会往下找 uboot的名字就叫做uboot 它没有中间这一干 一个横干 如果说boot swap的话 boot swap找找那 at91boot swap3 它是这么一个名字 所以你其实要知道这个名字 必须要通过这条指令去查 但其实这条指令 很多客户不知道 所以其实客户 很多客户 其实不知道怎么rebuild 就是说我要rebuild rebuild linux内核的话 我查到它其实 当然是叫做linux 那我直接linux干rebuild 那么rebuild了之后呢 它会重新编译这个linux的内核 编译这个linux的内核 编译完了之后呢 我刚刚 因为设备数属于内核 那它就生效了 编译完设备数之后 它重新编译完内核 编译完内核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内核是编译完了 我img文件 我肯定要把它集成进去 那其实让我只要make一下 这个时候 它等它make结束 我的img文件 实际上就是 我已经修改后的内核文件了 以前有一些客户 它是就我刚才说的 它去自己单独去修改 修改完之后 然后再挂载 inmg文件 然后去替换那样的效率其实很低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修改时间 我们就能知道 什么东西改了 什么东西没改 那赛姆9X60 对吧 然后output 我放大 output 然后image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手动修改过内核 所以它是15点41分 对吧 那如果说我刚刚at9X 不得刷的 我根本就没改 ubut我也没改 所以它其实那都是旧的日期 然后呢 它生成了一个新的文件 它因为它要覆盖 它要把我新的内核 给它整合进去 所以说这个st卡 这个img文件呢 它就包含了 我们最新的这个修改设备数的 那修改ubut 修改butstrap也是同理的 主要就是客户需要知道 这这条命名 这个加个s 这个s掉了 OK 就是这个地方要加个s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最后的最后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神奇的网站 我们microchip的wiki 它的全称是wikidot 有一时间有限samba 我就不演示了 那我告诉大家samba在哪里 这个网站ppt是没有的 请记得现现场保存 首先 这个是我们microchip的wiki wiki网站 那么里面有很多 我们详细的介绍 例如说 我们今天介绍的 都是属于它 它那个 product下面的mpu mpu有什么呢 首先 如果说你的客户 想知道samba OK samba在这里 这边有介绍 这边有详细的 完整的介绍samba 如何烧录 只要你客户肯看 它的所有问题 都能在里面解答 有一项一项一项的 所以说 这里面的资料 其实它是非常多了 不仅仅仅限于mpu 我们公司绝大部分网站 我们绝大部分的资料 这里面都有 例如说mcu32的 samba的mcu 这里面也有 所以说 如果说需要samba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里面 去把它找出来 把这个网站 发给客户就好了 那相应的 EGT也是一样的 EGT的话 在这里 如果说 客户突然间想评估EGT 你其实可以 完整的把这个 网站 发给它 然后呢 当然它如果说 找不到在哪的话 你最好 如果说想评估EGT的话 你就把这个链接 发给它 要了解samba的话 就把刚刚 刚刚这个samba的 这个链接发给它 Vikidot 要找一个资料的话 可能要通过证明来搜索 才能知道 要不然你就得清车熟路 能知道它在哪个目录下 所以这个网站的话 我也是最近搜索资料 我自己搜索到的 以前没有发现 Vikidot里面的资料这么全 那现在其实发现 Vikidot其实 能作为 这个AT91 PotSfield的补充 就是 Lineus for Sam的补充 那基本上 这两个网站 其实能解决我们客户 绝大部分的问题了 所以说 这个网站记得存一下 因为你们拿到的 PDF里面是没有的 OK 所以说我今天的介绍 大致就到这了